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抱怨 憎恨人心中的人 会在生活中 佛法中有什么果报呢 怎么样可以更好改变他的抱怨 他把什么东西放在身上了 我没有听到啊 爱抱怨 开刀业啊 爱抱怨 爱抱怨 天天愿 抱怨 抱怨就是负能量 这种人少跟他接触 因为负能量的人 他一抱怨的话 他没改好这个毛病 你听了他了 你就会抱怨 你就会很不开心的 所以你们交朋友做人也是的 很抱怨的人 这个人身上是负能量的人 你们记住师父这句话 既然知道他负能量 专门找人 不怕负能量的人去帮助他 很多人在公修会里 自己本身已经身体很不好了 微微灿灿了 你再去他 那肯定被他感染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 找一些能量很足的人 他爱抱怨 你去跟他讲 没关系啦 不要难过啦 要看到前途啦 看到光明啦 要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 这样就好 好 啊 啊 谢谢大家